謝謝理事長 您是那個 我是中華音樂療學會的理事長 從事音樂治療大概有二十多年 我昨天聽到您的演講 那我非常的震撼 說音樂真的有這麼大的功能嗎 因為我們一般人都認為說 音樂就是一般讓你心情輕鬆下來 可是它真的有治療的功能嗎 我現在的問題是 因為我媽是一個中風的老人 那她是九十歲了 然後她又不能講話不能言語 那她甚至不能翻身 她翻身都要人幫忙 那我現在來到這個場所 我就是希望說找到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方式可以最好的來幫助我媽 因為她現在住在 因為我自己也六十多歲的人 我的兄長也老了 大家都覺得我們沒有這個力量 把媽媽放在旁邊去照顧她 那現在是在養老院 所以我就想說 那因為住在養老院 你知道那個看護的 他們一個要照顧很多人 所以我們怎麼樣在這樣一個 有限的一個資源底下 我們家屬能做什麼 我想請問你這樣 我想用兩個問題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 醫療治療是不是確實有這樣過 那我直接跟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報告 因為醫療治療它是直接頭部耳朵 跑到腦部 跑到全部的時間 那這樣的穿越速度 其實等於就是說 整個頭部裡面的百分之大概八十 八十到九十的能量 是直接可以用硬進去 那它的快速性 比任何藥品或任何東西都快 所以它直接透過 都跑跑到全身的任何一個位置上 這個是醫療治療的最大的效果 那我們在臨床上的實驗 但是不是代表任何的音樂都能做 它是 音樂有配方的 它其實是要很專業的一個真正的治療的音樂 而不是一般大家坊間的這些音樂 坊間的音樂其實是不痛不癢的 或是商業使用的 那我們用的大部分都是真正治療型音樂 那治療型的音樂的特點就是 第一個 它是跟我們的心跳跟呼吸的頻率 因為心跳是每分鐘是大概七十二下 那呼吸是十八下 所以它心跳跟呼吸 它直接用這種頻率 就四比一的頻率 它直接可以增加在心跳呼吸 所以很 你在身體變得很輕鬆 因為它掌握的是一個心跳呼吸 第二個它掌控的是一個 我們的腦部 腦部熟睡的頻率 所謂熟睡的頻率 就是我們晚上熟睡 大概只有一小時到一小時半 那那個熟睡的頻率的時候變成 你很快的就是會有產生自我自癒的功能 自我自癒 那我把這些功能 雖然說講得這麼簡單 第一個就是心跳呼吸的頻率 另外一個就是熟睡的頻率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特性 我現在舉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去手術開刀 那手術開刀的時候 一般來講 甚至到我們中間有個放鬆的 因為它大概百分之 在國外的實驗是百分之五十八到五十九 它不需要使用真正的麻醉劑 真的 它沒有聽過 好 那沒關係 我讓你知道就是說 它這是國外的預測 大概平均大概五十八到五十九 另外一個就是在 尤其在車禍狀傷 車禍狀傷 我們做過很多實驗 在車禍狀傷 那包括腦部的開刀 它恢復的速度非常快 那有時候我們也是很蠻震撼 包括手術開刀 恢復的大概都比平坦快 那我們在開始在考量說 為什麼它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 因為你沒有聽就是 像這種放鬆的音樂 或者說醫療用的音樂的時候 它一般恢復很慢 那甚至很多的Case裡面就說 你車禍狀傷 一般醫生說你一定要開刀 那我們就是沒有鼓勵 就是病人說他不準備開刀 然後我們用音樂去放 醫生都很詐異 為什麼你會好那麼快 那我這個是在 沒有開刀的情況 進醫院還會好得快 對 車禍開刀 對 包括車禍開刀 健庫受傷 那我只是 為什麼 在這樣 它是蠻 你無法去體驗 我聽起來很震撼 很難理解 很難理解 我知道就是很難理解 那包括我們在治療失眠的 那我們速度都快 包括優惠症癌癌癌 都比現在的西醫治療更快 那 你說比化療化療更快 你是說一起做呢還是 都做他們的 因為聽不到 那我先講失眠優惠症 那失眠跟優惠症這邊的一個Case 為什麼講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大概 會得慢性病 或得癌症 或優惠症 它其實跟你的睡眠有相關 那 音樂治療最大恐慌 只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讓你好睡覺 因為一個人開始有辦法好睡覺 他那個疾病就會產生 因為第二天的恐慌 非常 讓他治癒 治癒 我先直接講 你有好睡覺 你的疾病其實很難發生 通常再見 是 自我療癒 不過我剛剛講的 我們用熟悉的腦部的頻率 跟熟悉的心孝跟呼吸的頻率 他在這樣的調整 他自我自癒就很快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 不是用很難的方法 我們只是用人體該有的一個 最基礎的結構在做出來 那我剛剛在講的這個部分 包括失眠 失眠的話 我們我在做的是這樣 我老早就把它用好 就是 醫生要用的 交感神經濟運略 也是興奮的 那比如說 那我們沒有 那 失眠用的 或放 或是紓壓用的 那音樂 像症經劑 或者 安眠藥 那這些 那我們等於 只是把音樂 音樂 跟這個同性質 完全的作用 去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 我直接就幫你取代 那 把藥品 就整個 慢慢逐漸 就整個不用 大概 我們平均在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 大概都把它借藥 那 你會發覺說 在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開始在接藥之後 很有趣 病人就醒來了 然後已經就清楚了 所以 你要知道 我們的 安眠藥的補充有多大 抗疫藥補充得 當 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開始進來 病人就開始醒來了 所以 主要是 要 音樂沒有這個補充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有花了大概 做了大概500多的費用 才把實驗做出來 去把這些音樂這樣長出來 那我為什麼會在這次 強調 我們在十年前做的實驗 去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相信 我相信 政府如果你去重視這一塊 你不必讓人民去獲得 就是在病人獲得那麼痛苦 那 我們也不需要去長久 再吃安眠藥這個禮拜 這個是我們的初衷 所以我為什麼在那個 在內演講裡面 我只是講到我十年前做的 不講現在做的 我們現在當然做的更先進